谢谢两位先生的指教 前面一位先生保健 因为我们没有听到您的大名 所以不晓得您叫我什么大名 不过我非常感恩 您给我们很多的指证 我想从程序上我来向各位报告 从文字上我们全面都是说明会 不管今天的新闻稿 或者是给日经休的资料 我们并没有讲说要沟通会 但是如果认为说需要沟通 我们也可以沟通 沟通会说明会 或者任何性质的方式 只要各位相亲 能够更了解全案的内容 连下都不是我们实际要的 我们要跟真正的相亲 您心中如果有疑虑 或者心中对慈祭有什么建议 我们真正可以获得的就好了 你要定义它什么会都可以 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要向各位 非常郑重的报告 第二个 我想各肯 最少郑重我们见面谈超过两个月 有多少次 两次 不止啦 两次 过来 过来 我讲 邱先生 邱先生 好 不要这样 好 就这两次 你只能写多次 然后都没讲话 邱先生不要外骗人了 你出了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是要 我想大家都是要听一下这个赵景仁 他的说法 我抱歉就两次 好 那两次呢 我们 有没有诚意 您心里有数 那我如果说 再向各位致歉 好 时间不够 让联盟通知所谓的会员 所以我在电话里面也跟您道歉 我说 我向你道歉 但是呢 因为机遇啦 希望更多的相亲了解 那今天不办 跟今天办 我相信今天办 绝对对其他来的朋友 多认识一点 那今天不办 就没有了 那现在开始 我们日清兄 或者日清兄 相关的朋友 在什么时间 告诉我 要几天前通知您 我都可以配合 用什么方式 比如说您是 沟通会才可以 不能收明会 那我也可以接受 你认为说 什么方 这个地点 或者是 在区风所 或者是在我们的 内部院区 我想 大家都可以看 但是我期望 真的要做一个实项 就是我们能不能达到 大家凝聚共事 可不可行的方式 那至于说 刚刚各位 有很多技术面的问题 我是不会容许 我们今天有一两位技术团队在这里 就技术面来向各位做报告 那面朝要让我们吃 请成功的 好 来 来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我是偏偏其他的意见吗 那这样子 我整个技术面 我就等到 你记录下来 整个疫情回到 好 等待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 各种宣众 好 zou 开始 反正 上 以 好